在《星島日報》有一篇文章出來了 看看什麼時候發表 2019年10月25日10時半上午香港發表 題目是戴棋盤 選舉主任突然告假惹斷 事源就是黃之鋒要參加可以半島的區議會選舉 而負責這個區的選舉主任突然說因病休假 因因病休假所以本來應該是昨天舉行的抽籤 就沒有進行到 當然黃之鋒馬上跳出來大續文章 官場上的人就說這次選舉主任請假 有三可能性 第一是表面上的原因 第二是律政司主任認為應該DQ黃之鋒 但他不同意 第三是選舉主任同意要DQ黃之鋒 但在暗示黑色恐怖之下他擔心被報復 甚至可以禍及家人因而告假 現在就不知道應該是什麼 官府主任人說 我們計時是太複雜 他做選舉主任 準備要行使DQ權 怎會因為在最後關頭會 告假逃避呢 這個大家不知道 到底這個選舉主任 終於會不會DQ黃之鋒 或者律政司認為應該DQ黃之鋒 而由於選舉主任執行 我們不需要詮釋 我想說幾件事 另外兩件事 第一 黃之鋒要不應該被DQ 我覺得應該 我不知為何香港可以允許有刑事紀錄的人士 參加選舉 他曾經參加刑事破壞 而被判入獄 所以他應該有刑事紀錄 我覺得所有有刑事紀錄的人 是不適宜 做區議員 立法股議員 或者任何有決策性的官職 所以我贊成是要DQ黃之鋒 至於另一個原因 我想說就是 大家有沒有記得早一點時間 黃之鋒在美國國會的時候 要求美國國會 將DQ候選人的 選舉主任 加以懲罰 這就是將DQ候選舉主任 公職上所有需要做的事 轉換成為 對這個 人 這個 官職上要做事的人 實行私人報復 這個就是所謂的黑色恐怖 這個黑色恐怖會怎麼弄出來呢 就是黃之鋒自己弄出來的 當然在香港本身 在黑衣暴徒之中 會對這個選舉主任 尤其是這個選舉主任 當然 每個人都是誰 造成報復 這是在香港內幕的事 但在國際上 我們也不要忘記 黃之鋒曾經 極力 要求美國政府 對選舉主任 因為公職要做的裁決 實施個人的懲罰 這些 本身是不恰當 現在這件事回來了 這個選舉主任 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三窩能吃 現在 是休假 因此 黃之鋒本身 還未抽籤 不知道他們 可以選舉 他是第幾號的候選人 但是我們要看看 到底這個人做事 這個人做事 大家不要忘記 他曾經 在美國國會 要求美國 對香港 對香港 官員 如果違反了民主 程序 實施個人懲罰 這個是 絕對非法治 這個人治 所以這些黃絲港獨 根本上他們完全沒有說法治 如果嚴格來說說法治 這個人 因為官職關係 要做一個 根據 根據章情要做的事 而你將他歸咎是他本人的事 要將他們 私人 的財產 或者是 旅遊權益 以 打壓 甚至拘捕的話 這就是 人治 不是法治 大家看清楚 好了 拜拜